欢迎大家收看《华尔街网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随着夏季旅游记的临近 美国允许中国将客运航班增加到每周五十班 中俄外交官讨论安全问题和乌克兰问题 战争进入第三年 中国最大的煤炭生产商神华将2024年的产量目标下调 对话的重新展开并不意味着拜登对中国软弱了 澳大利亚贸易总监表示 中国对葡萄酒关税的审查进展顺利 请大家收看 随着夏季旅游记的临近 美国允许中国将客运航班增加到每周五十班 CNN 为了恢复因新冠疫情和两国之间的争端 而受到干扰的航空服务 美国将允许中国航空公司增加持航客运航班 根据美国交通部的规定 从3月31日起 中国航空公司将能够每周往返美国的航班次数增加到50次 而目前为止只有35次 这是美国监管机构自疫情后重新开放以来 第五次增加给予中国航空公司的配额 中俄外交官讨论安全问题和乌克兰问题 战争进入第三年 南华早报 中国和俄罗斯的高级外交官在莫斯科会面 讨论乌克兰战争 这场入侵已经进入第三年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孙卫东 周一受到俄罗斯外交部长希尔盖·拉夫罗夫的接待 他们讨论了一系列紧迫的议题 包括乌克兰危机和朝鲜半岛局势 这次会议恰逢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两周年纪念日之后的几天 中国最大的煤炭生产商神华将2024年的产量目标下调 彭博社 中国神华能源 该国最大的煤炭生产商 宣布计划将2024年的年产量削减2.6%至3.16亿吨 减产是对煤炭供应过剩导致的行业范围内管控措施的回应 该公司预计2023年的净收入可能下降多达14% 原因是煤炭价格下降 为了抵消采矿利润的下降 神华计划扩大其热电站的规模 已利用更低的价格 该公司将保持每年368亿元人民币51.1亿美元的支出 并在未来5年的资本支出范围 在300亿元人民币至500亿元人民币之间 对话的重新展开并不意味着拜登对中国软弱了 日经亚洲 拜登政府对中国的态度并不是软弱的表现 而是一种从强势地位出发的战略举措 这是国际和平协会卡内基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分析师 奈萨尼尔·希尔的观点 他认为 美国不仅与中国进行对话以减少冲突的可能性 还加强了联盟关系 投资于国内制造业 并限制了中国对双用途技术的获取 希尔指出 美国已经恢复了经济竞争力 以民意价值计算 美国的经济产出比中国多近10万亿美元 拜登政府还对关键技术实施出口管制 导致中国芯片进口大幅下降 此外 美国已经在印太地区 组建了一个志同道合的伙伴联盟来平衡北京 并对台湾表示了强烈支持 希尔得出结论 美国可以通过继续投资于国内能力和国际伙伴关系 同时拒绝中国获取战略技术 保持对中国的竞争优势 澳大利亚贸易总监表示 中国对葡萄酒关税的审查进展顺利 彭博社 澳大利亚贸易部长唐法雷尔相信 对向中国出口葡萄酒的高额关税的审查 将在3月底前完成 法雷尔周一在阿联酋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会议期间 与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会面 并得到保证审查进程证顺利进行 这次审查是中国政府在11月发起的 之前类似的审查 导致了对澳大利亚大卖关税的取消 香港1月出口增长33.6% 为三年来最佳表现 南华早报 香港1月份出口同比增长33.6% 为三年来最强劲的阅读表现 受到亚洲强劲需求的推动 对香港最大市场的中国内地的出口 在1月份激增54.2% 而对美国的出口增长11.5% 出口增长最大的行业是电器机械和电信设备 政府发言人指出 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和地缘政治因素 将继续在短期内影响香港的出口表现 要打造一个一个中国市场 北京必须克服地方的抵制 南华早报 中国中央政府在推动地方政府合作 以实现更大经济一体化方面面临挑战 尽管在长江三角洲和大湾区等地区取得了一些进展 但合作很少超出相对较小的地区 中央政府已经推出了整合本地和外国贸易的试点项目 但实时比构想更具挑战性 地区之间的文化差异和地方政府的保护主义思维 是有效合作的障碍 中央政府可能需要采取讲诚相结合的方法来鼓励合作 恒大创始人的前妻因1.28亿美元贷款起诉儿子 彭博社 中国恒大集团创始人许家印的前妻丁玉梅 对他的第二个儿子许家卫提起了一项涉及1.28亿美元贷款支付的诉讼 许家卫曾经负责恒大的财富管理部门 去年因开发商未能支付投资其投资产品的人而被拘留 恒大的财富管理部门在2021年面临财务困境 导致抗议活动和对投资者的减少支付 丁玉梅持有恒大5.99%的股份 自8月以来被列为第三方独立人士 表明与许家印分开 恒大上个月从香港法院获得了清算令 关于许家印和丁玉梅如何分割他们的财富存在不确定性 军事限制阻止中国人登上新加坡航展上的空中客车飞机 南华早报 空中客车公司在中国游客声称 他们在新加坡航展期间被拒绝参观一架德国军用飞机后道歉 在中国社交媒体微博上一些帖子迅速走红 一些游客抱怨 他们被拒绝进入德国空军的一架空中客车A400M运输机 他们还声称俄罗斯游客也被拒绝进入 根据空中客车公司的说法 A400M是他们最先进经过验证和认证的运输机 中国扩大了国家秘密法的试用范围 日经亚洲 中国为加强国家安全努力 扩大了对秘密的法律定义 中国最高立法机构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通过了修订后的保守国家秘密法 其中包括一项规定 要求官方机构将不属于技术上的国家秘密 但如果泄露 可能影响国家安全或公共利益的事项 归类为工作秘密 此举可能增加在中国经营的外国企业 面临的不确定性 这些企业已经面临日益增加的合规负担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选择在2024年访问萨尔维亚 巴尔干地区领导人表示 彭博社 据萨尔维亚总统亚历山大 武器奇表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计划于2024年访问萨尔维亚 此次访问发生在中国与欧洲关系 因贸易争端和乌克兰战争而面临紧张局势之际 习近平此次访问萨尔维亚 将是他四年多来首次访问欧洲 近年来 中国和萨尔维亚一直在加强双边关系 中国在疫情期间向萨尔维亚提供援助 并且两国在一项新的自由贸易协定下 取消了大部分税项 此外 中国和萨尔维亚还建立了一项新的人民币清算安排 以促进人民币在跨境交易中的使用 乘坐喷气式飞机出发 中国C919瞄准东南亚地区的试飞和销售 南华早报 中国商用飞机公司Comec计划在未来两周内在东南亚进行C919科技的试飞 以期扩大该公司在该地区的销售 Comec表示 将在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和越南的航线和机场测试 C919和其区域吞气式飞机RG21的可行性 尽管C919尚未在中国大陆以外获得订单 但根据分析师的说法 柬埔寨和马来西亚的航空公司可能对购买该飞机感兴趣 阿里巴巴领导创纪录的交易 创建了一家价值25亿美元的中国人工智能公司 彭博社 阿里巴巴领导了一轮10亿美元的融资 为中国人工智能初创公司Noonshot AI提供支持 这轮融资还包括Monolith Management 将Noonshot AI的估值提高了8倍 达到25亿美元 Noonshot AI成立于2023年3月 是中国最重要的人工智能初创公司之一 正在开发生成是人工智能 以与OpenAI和谷歌竞争 阿里巴巴对人工智能的投资 是在该公司的新领导人蔡崇信和吴杰的领导下进行的 他们试图在经历了两年的监管审查和经济低迷后 重振该公司 理想汽车股价上涨25% 盈利抵挡住中国电动汽车价格战的冲击 彭博社 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理想汽车 在发布乐观的财报后 其股价在香港大涨 该股上涨25% 使其本月的涨幅超过60% 理想汽车报告称 2021年净利润达到118亿元人民币和16亿美元 成为中国三大电动汽车初创企业中 首家公布年度盈利的公司 该公司第四季度的车辆毛利率为22.7% 超出预期 并重申今年销售80万辆车的目标 分析师预计 理想汽车强化的产品阵容 将推动进一步的利润增长 并使该公司能够更积极地投资于销售网络和技术 包括比亚迪、小鹏汽车和蔚来在内的其他中国电动汽车股票也出现了涨势 前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在最后一次发表的议会演讲中警告中国威胁 彭博社 在澳大利亚前总理斯科特 莫里森最后一次在议会发表讲话时 他批评了中国 并将其描述为与俄罗斯、朝鲜和伊朗一起构成的专制弧线的一部分 他警告未来的政府不要对中国的威胁持幼稚态度 莫里森的评论是在他的继任者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试图改善与北京的关系之际发表的 在莫里森的任期内 澳中关系恶化 中国对澳大利亚呼吁对新冠病毒起源进行国际调查的回应是实施贸易制裁 阿尔巴尼斯政府在过去的18个月里一直在努力修复与中国的关系 预计香港预算将放松房地产限制措施 促进旅游业发展 彭博社 预计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将在周三的预算中放宽房地产交易限制 并宣布措施来促进旅游业发展 并吸引资金流入本地资本市场 由于房地产市场的低迷和国家安全措施侵蚀了言论自由 对这座城市的信心已经减弱 香港能否从烟花和无人机表演中恢复旅游活力 南华早报 香港每月在维多利亚港举行的烟花和无人机表演 因其高昂的成本和缺乏心意 而受到旅游界人士和立法者的批评 政府计划在这些表演和港口多媒体灯光秀的改造上花费数亿美元 批评者表示 这些表演在中国内地很常见 而内地是香港的主要游客市场 曾经是推土机 现在是智囊团 莫里森仍然相信奇迹 他的政治时代即将结束 澳洲ABC 澳大利亚第三十任总理斯科特 莫里森即将离开政界 他在众议院发表了他的告别演讲 莫里森在2022年联邦选举中失去了总理职位 并在后座待了近两年 在他的告别演讲中 莫里森重申了他对奇迹的信仰 提到了他意外当选总理和他的两个女儿的诞生 他还感谢了他的家人 顾问 同事和对手 并表示对他担任总理期间的任何人都没有怨恨 莫里森的政治生涯 以他能够吸引不同派系 并表达人们想听到的话为特点 他因处理性别问题 和解雇一位表现出色的女性而受到批评 尽管如此 莫里森成功地保持了支持 并保持了自己的选择 同时两面讨好 他被描述为实用主义者而不是理论家 离开政界后 莫里森计划担任国际战略角色 他将成为美国全球战略公司的副主席 该公司由唐纳德 特朗普的安全顾问罗伯特 奥布莱恩领导 他还将担任资产管理公司 代理的战略顾问职务 莫里森的工作将专注于国防和安全 并计划从推土机转向在智囊团工作 他还将在五月份出版一本名为 《为你的美好制定计划》 一位总理对上帝信实的见证的书 承诺这本书将更少涉及政治回忆录 更多是牧师式的鼓励 中国科学家确定了超高能宇宙射线的银河起源 南华早报 中国一家天文台的科学家们 发现了一个超级宇宙射线加速器 这可能改变我们对银河系 宇宙射线起源和来源的理解 在天鹅座中发现了一个 类似气泡的结构 挑战了关于超高能量 加码射线起源的先前理论 暗示它们可能起源于银河系内部 研究人员发现 一个名为天鹅座OBR的巨大恒星团 可能是将宇宙射线 注入星际空间的超级宇宙射线加速器 这一发现可能有助于解开宇宙射线起源的谜团 瑞银表示 中国国家队购买了570亿美元的股票 彭博社 根据瑞银估计 中国国有基金今年已经投资了 超过4100亿元人民币570亿美元的内地股票 并预计将继续购买 这家瑞士银行 对54只中国交易所交易基金的交易 进行了审查 其中超过75%的资金流入了跟踪基准 CSI300指数的产品 13%的资金流入了跟踪 CSI500指数的产品 普京在乌克兰的野心 与习近平对台湾的主张之间 存在危险的相似之处 CNN 据台湾前总统发言人克拉斯 尤塔卡表示 俄罗斯总统普京 对乌克兰的残酷入侵 和中国共产党对台湾的言辞 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尤塔卡警告说 普京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 都认为自己代表着 他们国家的旧帝国势力 并认为自己是能够保卫国家 免受外国势力侵犯的备选之人 他将此描述为可怕和荒谬 并敦促关心民主和人权的人们 注意普京对入侵乌克兰的辩解 和习近平对台湾的言辞之间的相似之处 北约秘书长严斯·斯托尔滕贝格警告说 如果普京在乌克兰获胜 可能会向习近平传递使用 军事力量实现目标的有效方式 他表示 乌克兰发生的事情可能会在台湾发生 中国共产党声称 台湾这个自治的民主国家 是其领土的一部分 并誓言将采取武力夺取该岛 然而 只有少数国家承认台湾的主权 中国共产党拒绝谴责俄罗斯 对乌克兰的入侵 并继续加强与俄罗斯的经济 战略和外交联系 Shan的IPO备选计划可能会失败 路透观点 快时尚零售商Shan正在考虑在伦敦 新加坡或香港上市 因为其计划中的美国首次公开募股 IPO面临障碍 自2020年以来 Shan一直计划在纽约上市 但面临美中政治紧张关系 和市场波动等挑战 然而 转向欧洲或亚洲可能使包括红杉资本和通用大西洋 在内的公司投资者能够更快地退出投资 尽管如此 最近的纽约IPO表现良好 史上最初的计划成为最有吸引力的选择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你们每周六度简报的观察员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本周的新闻要点 首先 美国允许中国将客运航班增加到每周五十班 这是为了恢复因新冠疫情和两国之间的争端 而受到干扰的航空服务 其次 中国和俄罗斯的外交官讨论了乌克兰问题 这场战争已经进入第三年 这次会议的举行引起了广泛关注 另外 中国最大的煤炭生产商神华 将2024年的产量目标下调 这是对煤炭供应过剩的回应 此外 有报道称拜登政府对中国的态度并不是软弱的表现 而是一种从强势地位出发的战略举措 还有 澳大利亚贸易总监表示 中国对葡萄酒关税的审查进展顺利 另外 香港1月出口增长33.6% 为三年来最佳表现 这是受到亚洲强劲需求的推动 此外 中国中央政府在推动地方政府合作 以实现更大经济一体化方面面临挑战 再者 中国恒大集团创始人的前妻因贷款起诉儿子 这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 另外 空中客车公司在中国游客声称 他们在新加坡航展期间被拒绝参观一架德国军用飞机后道歉 此外 中国为加强国家安全努力 扩大了对秘密的法律定义 再者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计划于2024年访问塞尔维亚 这对于中欧关系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另外 中国商用飞机公司计划在东南亚进行C919客机的试飞 以期扩大在该地区的销售 此外 阿里巴巴领导了一轮10亿美元的融资 为中国人工智能初创公司提供支持 还有 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理想汽车在发布乐观的财报后股价大涨 此外 前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在最后一次发表的议会演讲中警告中国威胁 另外 预计香港预算将放松房地产限制措施 促进旅游业发展 最后 中国科学家确定了超高能宇宙设限的银河起源 这对于我们对宇宙的理解具有重要意义 以上就是本周的要点新闻 我对这些新闻做了深入的分析 希望能给大家带来新的视角 现在 我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并提问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